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杂志封面 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 封面话题是大阅兵 今天上午和大家一样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 这一次的阅兵呢 有很多特别之处 你看啊 之前的阅兵都是在国庆节来举行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十一之外来举行大阅兵 另外啊 这也是首次大量集中展示国产的新型武器装备 百分百是国产主战的装备 其中啊 百分之八十多呢 它都是首次亮相 阅兵式上武器的展示 它既是一种实力的表达 更是国家军事能力在科技组织制度战略等方面的集中的体现 捍卫和平需要强大的力量 对比今天先进的武器装备 不由得让人想起新中国第一次阅兵 也就是开国大典的阅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 开国大典阅兵那是一个成前起后的节点 解放军的地位开始改变 由大众化的革命军向正规化 现代化的国防军来转型 而阅兵式呢 正是军队正规化最具标志性的形式之一 不过对近两万名升金百战的这个授阅将士来说 统一规整的形式 它却是一个莫大的考验 你要说打仗没有比他们更能打的呀 但阅兵跟打仗啊不同啊 你看此前这个人民军队的三次阅兵规模都很小 而且呢 在队列上装备上呢 也比较随意 可以说基本都没有阅兵的经验 咱举个例子哈 受阅的海军官兵 大多呢 是在英国接受的训练 练的呢 都是英式操点 跟空军跟陆军呢 它不同 为了降低当时的训练难度啊 这阅兵方案呢 最终确定 采用骑步走的形式 这也是现代阅兵史上 少数几次没有采用正步走的特例之一 另外 当时出场的顺序呢 也很特别 一个海军方队和12个步兵方队 一次通过天安门广场 那为什么是海军打头阵呢 当时的这个习惯叫法呀 叫海陆空军 所以就海军放在最前面 当然这是唯一的一次 之后的阅兵 那都是按照陆海空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 另外咱不得不说的呢 就是武器 那个时候啊 人民军队啊 那使用的武器呢 尤其是一些个重型武器啊 那大部分还是缴获而来的 那个型号啊 规格呀 就极为复杂 据统计啊 授阅的一百多种武器 它分成了八十多个型号 来自不同地方的九十八家兵工厂 看成是万国牌武器啊 有参加过当年阅兵的人呢 就说呀 只有马是占中国资产的呀 第一次参阅的空中梯队 那更是困难了 整个华北军区 只有九架战斗机 指挥所呢 不得不要求他们在授阅之后 绕个弯 再飞回到广场的上空 再接受一次检阅 以营造更大的声势 就是这一支 手持万国牌武器的军队 成为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的象征 它的程序 内容和经验 为之后的十多次国庆阅兵 建立了一个标准 我们回到封面 大阅兵 胜利日 阅兵 展现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和平很重要 却来之不易 大阅兵 并不是要向谁来秀肌肉 而是为了显示 中国人民 捍卫和平的决心和能力 好 接下来是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 封面话题是抗战损失大调查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 中国抗战损失大调研的初步结果 分批陆续公布了 这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按照1937年的币值来计算 直接的经济损失 也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 间接的经济损失 那应该有5000多亿美元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但数字 总有一点冷冰冰的 在数字的背后 应该是事实 是资料 是档案 应该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真相 专家就说了 在抗战胜利的初期 曾有过一些个调研 留下了不少的档案 有的还非常仔细 比如说某一个人受伤了 他口述受伤的情况很详细 甚至受伤的部位 是在手臂的什么地方 都说得很清楚 有的还附有一个草图 但因为几十年的积压 没有整理好 有的都压成饼了 由于这个年代久远 档案资料散失 在世的证人又越来越少 现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那就非常的困难 但是如果你再不做 这样的调查和研究 那就更完美 因此这一次的调查 历时十年 参与调查的人数 高达60万人 记录下了详实的数据 你比如 1931年到1945年 天津财产的损失 是50多亿 银元70多万 房屋呢 3.7万间 土地102万亩 粮食也有30亿公斤 以及牲畜14万头等等 再比如 日军清华期间 江西全省84个县 有78个遭到了严重的轰炸和烧掠 其中24个县的城区几乎成了焦土 房屋被毁39万多栋 开展这么一项调研 不是为了简单的汇总计算一个数据 而是为了寻找展示更多的档案材料 人证物证以及历史事实 用具体的事实来反映当年中华民族遭受到的巨大的灾难 我们回到方面 抗战损失大调查 有人说历史对于旁观者那是一段故事 对于亲历者那是切肤之痛 查清抗战的损失也是为了警示后人 历史不容忘却 好 接下来是南风窗 封面话题是抗战改变中国 结束于70年前的抗战 不仅是一次全民族的胜利 它也在各个层面改变了中国 中国作为东方的主战场 重要性受到国际的公认 逐步确立了它大国的地位 其次抗战激发起民族的觉醒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是梁启超在190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而他真正得到广泛的认同 恰恰是在抗战时期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共修期 共存亡 共荣辱 共命运 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了 民族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另外 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共产党领导下的19块敌后根据率 总人口达到将近一个亿 在经济 政治 文化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奠定了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形态 在这么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我们应该回顾历史 同时也要警惕 过度娱乐化的态度 解构了历史的严肃性 当下一些抗日神剧 其实那是披日抗战的外衣的一个闹剧 它契合了娱乐的精神 在无形当中 它真正的是消解了抗战的意义 唯有从历史与未来的高度去纪念 才不负血血的历史 记取历史 终究是为了真正的持久和平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新明周刊 文章的标题是 上海高校战火中延续文脉 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不但占领中国的领土 还试图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教育 在持续了14年的炮火中 中国教育也受到了重大的摧残 中国高校要么内签后方 要么坚守沦陷区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 续血民族的文脉 在上海 作为当时这个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城市 上海高校的抗战史 无疑是最为闪耀的一段 813松户会战爆发后 复旦大学的校舍多次被这个炮火击中 学校已经没有办法来正常的上课 校方考虑到上海很难坚守住 就想要去内签 当时由复旦签头和大厦 还有光华大同三所大学 商议组成一个联合大学 进行西签 后来光华大同两校 因为经费退出了 只剩下复旦和大厦 组成了一个联合大学 分为两部进行迁移 第一联大是以复旦作为主体 迁往江西的庐山 第二联大则以大厦作为主体 迁往贵阳 1937年10月 当时复旦的重要档案文件 还有贵重的仪器图书 装成了十多个大木箱 从这个松户铁路江湾火车站 由副校长吴南轩带路 浩浩荡荡向江西出发 10月25号 复旦大厦第一联大 在庐山的古岭开学 文礼法商等19个系都签了过来 借用庐山普人医院作为校职 租住了一些个旅馆 作为他的宿舍 就这样开课了 这也是我们国家抗战史上 第一所联合大学 比西南联大还要早个半年 无奈战事又有了新的变动 日军他也开始西境 冰封直冰南京 庐山那也不宜久留 复旦大学在庐山办学 还没有满一个月 又开始了一个曲折的西迁之路 直到后来在重庆是安营杂战 当时同样西前的还有同济大学 由于同济大学的校园 正处在乌松 在松户抗战中 完全被日军轰炸殆尽 由此就踏上了 没有尽头的奔波路 同济大学 他先是从乌松 迁往上海的公公租界 后来呢 又迁往浙江的京华 再后来同济抵达了江西的赣州和吉安 好不容易在赣州上了半年课之后呢 1938年九江告急 同济呢 又决定迁往广西赫县的八部镇 可复课还没到一周 广州也沦陷了 同济大学又被迫再迁走啊 后来是到了昆明 在四川也有停留 直到1940年底 经过六次搬迁后 同济大学 终于在四川宜宾兰兰西县的礼庄落脚 这两年间同济大学 你看啊 辗转了 护浙干乡 岳 贵 滇 前 川 九省 甚至还绕道到了越南 完成了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教育长征 他的迁移的次数之多 迁移历程之曲折 是上海高校最正啊 西迁 高校在上海孤岛以及敌尾占领时期的坚守 同样也是步履为坚啊 当时啊 教育部多次拒绝了交通大学的西迁要求 要求交大在暂时承担起在上海的标杆作用 一瞬 这上海交大就只能是暂时躲避在租界 八年多的时间里 交大的校园一直被日军占据着 有一名交大学生回忆起这么一段历史 感慨万千 说自己读书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能跨进到古色古香的咱校园的大门 只能站在诸界的边缘那里眺望 星象往直 还有当时的一所国立大学 名字叫光华大学 也被日军轰炸的面目全非 校长张寿雍在被炸后的校园里啊 先是嚎啕大哭 接着呢 仰天长笑 悲痛之后仍然坚持办学 虽然上海高校在战火中被迫流离失所 不过呢 依然坚持中国人 教书预论不能断 并在此基础上 身先士卒 支援前线 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师生 用他所学所藏 先后呢 开办了四家医院 直接为抗战来服务 向同济交大 这些工科专业比较强的高校 为壮大抗战军事力量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以统计为例 在抗战时期 该校工科70%以上的毕业生都进入到了兵工厂 我们回到标题 上海高校战火中延续文脉 战火纷飞的年代 师生坚守的是不断的文脉 也是不断的民族魂 接下来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 方大征被遗忘的战地记者 前不久 国家博物馆纪念抗战胜利文物展上 方大征的作品 被列为摄影展的第一单元 展出了方大征在抗战前线拍摄的一系列作品 黑与白 血与泪 战火与苦难 呈现了这段弥族珍贵的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的三天后 也就是7月10号 方大征带着简单的行李 相机和胶卷 一个人奔赴战地前线 拍下了一组卢沟桥的照片 他还写下了一句很有远见 甚至带有一点预言的话 说 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 在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的举荐下 方大征成了大公报的特约战地记者 他同时给多家报刊杂志投稿 在当时这是非常前沿的 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 方大征那就是一个自由的摄影师兼独立撰稿人 有人评论说 在他之前以及失踪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中国一直就没有自由摄影师 而方大征却无师自通地具有了这种职业的影子 在那个时代 摆弄相机影那还是一个奢侈的爱好 幸运的是 方大征他家境不错 自小开明的家庭氛围 只使他走上了摄影道路 方大征的照片作为历史的珍贵记录 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比如这张照片 这呢 使中国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进行军事演习 这也是日军在战争早期就使用化学武器的一种佐证 因为日军使用了毒气战 为了支援抗日将士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几位青年科学家呀 连夜设计出了活性炭防毒面具 并在两周内呢 就生产了八千副 捐赠到了前线 1937年 方大征发表了一篇战地新闻后啊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失踪了 在那个生存度无暇顾及的年代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个记者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五十多年后 他拍摄的照片以及他传奇的一生 才再度被人关注 在方大征短暂的一生当中 他自己的照片其实不多 其中两张在战场上留下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 一张呢 是他在前线驰骋于马背上的照片 遥望远方 意气风发 另外一张是他头戴钢盔的照片 一旁呢 还有亲笔落款 给母亲大人留存 表达了他从事战地报道的一种坚定 在抗战摄影史上 年轻的方大征就像是一颗流星 虽然短暂 但他将不会被遗忘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个人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世纪杂志 文章标题 饶家驹伟大的难民之父 抗战期间 中国人民是同仇敌丐 保家卫国 与此同时呢 一些国际友人 也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 在中国的战场上 无私奉献 成了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国际友人 他的中文名字叫饶家驹 他是法国人 被派往上海来传教 积极投身于各种慈善活动 1932年128事变 日军侵入到上海 由于事发突然 很多居民呢 都还没有来得及外逃 就被困在了这个战区之内 机无石 可无影 过得是相当的凄惨 有一次啊 饶家驹去这个战区视察 在一个被炮火冻穿的小屋里 发现有十多个小孩 全缩在一起 悲惨呼号 却无人救护 这就让他心痛不已 于是啊 饶家驹在中日双方式来回调节 争取到了四个小时的停战时间 救出战区内未能逃出的老弱 富如八百多名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成 还专门为饶家驹发掘了公寒 以示感谢 随后 卢沟桥事变爆发 饶家驹 作为上海华阳议政会的会长 为了占据难民的长远考虑 他就牵头 成立了上海国际救济会 设立收容所 设立难民区 1937年11月 成立了南市难民区 城隍庙啊 玉园啊 小世界以及区内的学校教堂 都成了难民收容所 建立当天就收容了难民两万多人 随后随着这个难民不断的涌入 最多的时候啊 这个难民区啊 有130个这个收容点 难民人数呢 超过了10万人 他甚至呢 还建立了残老院啊 就是收容 130多名孤寡老人 在战争年代 青壮年能够生存下来 都实属不易 更何况这些冒迭之年的老人 不过 把难民集中在一起 如何维持生存 又成了一个问题 饶家居为了募集资金 跑到美国加拿大呀 去这个演讲 去动员 使用美国总统的罗斯福 还向他承诺了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 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 难民区成功运转了32个月啊 将近三年呢 在有了上海的经验之后 饶家居呢 还把这个难民救助的模式 进行了推广 在南京 汉口 广州 福州等地 相继建立起了难民区 后来 德军 入侵法国 劳家居 回法国 救济同胞 也依照上海的难民区的模式 在法国呀 开展的难民救济工作 抗战胜利之后 这么一个成功的上海模式 还直接促成了日内瓦条约的修订 劳家居在中国被称为是中国的心得热 他的慈善行为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 他为遭遇灾难的每一个人服务 这位伟大的难民之父 用行动践行了他的誓言 为不幸的人尽最后的力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一个人的抗战纪念馆 在江西南昌古丸城 有一间店铺啊 很特别 它既不卖玉器翡翠 也不卖古丸物件 它里边呈列的呢 都是钢盔刺刀 子弹壳 地图票据 书信 以及证件等 抗战时期的物品 这个店铺啊 取名就叫江西抗战古丸 从2002年开始 馆主胡志杰呢 是不遗余力啊 在全国各地收购 这个来收藏抗战遗物 希望发掘出更多的珍贵史料 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的历史 铭记抗战历史 这个目前呢 他一共收藏到了 一万多件抗战时期的物品 这每一件的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你来看这个 这是胡志杰收藏的一本 支那事变画报 这上面刊登的呢 是当年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啊 他日军随军记者拍摄到的一些画面 这本画报从日本流出后呢 几经辗转 被胡志杰购买并收藏下来 这呢 是两个手雷 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呢 他们之间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其中 左边的这个手雷啊 只有横向的刻槽 这是当年中国军队啊 使用的 而右边的手雷呢 还有重向的刻槽 这个重横刻槽 将这个弹体呢 一共分成了50块 这是当时清华日军使用到的手雷 这种开片式的手雷 对中国军队造成过巨大的伤害 仅仅一个手雷 就可以看出 我们在作战武器上的一些差别 那更能体现出当时这个抗战胜利来之不一 这呢 是一个防毒的过滤罐啊 民国22年由精灵兵工厂制造 当时日军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啊 使用毒气 中国士兵佩戴的防毒面具呢 另一端的吸管 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罐子啊 来拍出去 这些通过当年留下来的战场图片 可以得到印证 这是胡志杰最喜欢的一个藏品 八路军用的大刀 当年就是这些大刀 砍向了清华日军 这是士兵证和这个毕章 每一个士兵证 每一个毕章啊 都代表一个抗日军人的生命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和名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海外的抗战纪念馆 这是最新一期的这个环球人物 文章标题 暴夜骑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 今年的8月15号 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70年后 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 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落成 这里城市美洲国民日报的所在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中国土地被战火硝烟所笼罩的时候 在一万多公里外的这一家小报馆 是大声的疾呼 要积极宣传抗战 号召海外华人解狼相助 共赴国难 斗转心仪 70年后的今天 他成为海外首座抗日战争纪念馆所在地 他的筹建者方礼邦秦是美籍华人 当年依靠200美元起家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 在他看来 旧金山的唐人街是旅游圣地 每年游客上百万 纪念馆建在这 肯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收集这个史料 年过八旬的他 往返于中美之间 到国内的抗战纪念馆去取经 已经落成的纪念馆 这面积呢 有1000平方米 呈现了中国抗战的全貌 以及美国华人在战争中 与祖国并肩浴血奋战的历史 提到建馆的初衷 这方礼邦秦呢 就说 在二战期间 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 今天全球20多个国家 设了大概有160多个犹太人纪念馆 或者是纪念碑 在海外 竟然连一个中国抗日纪念馆都没有 这让他感到心痛 70年后 他希望用这一座纪念馆 告诉世人 纪念不是为了诉苦 而是要告诉世界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 如何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东北抗连不能遗忘的14年抗日征程 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 持续了14年 而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是这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 让国人是始料未及 国土沦丧 全国愤慨 东北地区的民众自发组织抗日武装 这股力量 从乌苏里江边境 蔓延到旅顺港码头 他们被统称为东北义勇军 也就是后来我们国歌歌名当中的主角 他们没有统一的番号 没有经过训练 没有军饷 甚至都没有枪 军队当中的组成人员也极为复杂 那是一个杂牌中的杂牌 农民占了一半 还有旧军人 警察 甚至有土匪 当然也有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 都因为抗日走到了一起 义勇军活动遍及东三省 他们在东北的这个山谷 河湾铁路和高粱地里 不间断地开展偷袭 扶击破坏 迫使日军在东北的兵力 从两万人不得不增加到了十三万 这就大大牵制住了日军的军事力量 但同时 这支军队也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三二年年底到三三年年初 三十万职重的义勇军 几乎全部崩溃 直到一九三六年 中国共产党从溃逃的义勇军将领手中 接过大旗 率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 开启了新的抗日征程 他们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连用十四年的艰苦斗争 牵制着几十万的日军 书写了一段不能遗忘的抗日征程 松花江水流不停 不灭日寇心不平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 天下眼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